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升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近日 我是制定运发 厦门市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 提出要构建特色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 并力争到2025年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5% 结合我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厦门市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 构建特色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 重点发展商贸物流 金融服务 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 文旅创意等四大服务业领域 其中 在商贸物流领域到2025年 我是不仅要实现现代流通企业一体化发展 商贸物流深度融合 还将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加快建设 商贸物流设施更加完善 国家物流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 位于马鸾湾新城的项羽智慧供应链产业园 是我是最大的城市民生物流园区 总投资约15亿元 目前 产业园北区完成验收 正式进入试验营阶段 吸引了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入驻 产业园南区处于工程收尾阶段 预计明年初建成投产 未来将有力承载我市商贸和民生物资的流通保障 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向与智慧供应链产业园 作为厦门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位于我市公路铁路水运 多市联运的交通节点 将在规划的指引下 进一步推动商贸物流业 与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例如供应链服务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更多资源要素的集聚 我们的园区不仅仅是运输和仓储的集中地 而且集聚了物流 商贸 金融 科技 数字化技术等多方面要素 带动园区企业实现一体化发展 既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也推动了社会层面商贸物流的深度如何 促进行业效率的提升 针对十四五期间 我是现代服务业的另一重要领域 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规划提出 到2025年 我是软件信息服务业要实现跨越式增长 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 产业生态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龙头企业实力和产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厦门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发展步入全新阶段 作为我是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领域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梅亚百科持续围绕产品装备化 大数据智能化 拓展电子数据取证 公安大数据 新型智慧城市和企业数字化四大产品方向 并积极参与厦门城市大脑建设 企业方面表示 规划提出的内容也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 他们将聚焦新型网络安全 智慧城市等重点业务领域 打造覆盖云网端的网络空间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 我们联动了厦门本土的应急协会 还有那个软件员产业联盟 以及城市大脑的一个创新创业产业联盟 作为一个纽带 来把我们企业的技术力量跟政府的这个诉求 更好的一个结合 政策方面的支持科技成果的应用 这方面是要蛮重要的 支持力度也更大了 那么就可以助力于说 我们更好的研发投入来助力企业的发展 此外根据规划 到2025年 我是金融服务业营业收入超3000亿元 金融增加值超1000亿元 加快建设面向全球的区域金融中心 重点发展供应链金融 航运金融 科创金融 财富管理和绿色金融 到2025年 全市文化创业收入超过2500亿元 旅游收入超过2000亿元 打造海上花园诗意厦门国际旅游品牌 在文化创意 数字内容 旅游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力争将我是建成高品位 国际滨海花园旅游城市 和新兴文化产业强势 届时 我是将基本形成 优质高效 充满活力 竞争性强的现代服务业 我是服务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7.5% 本台记者报道 本台记者 李宗监 是